陈一迅 我只是说一句 好久不见 我一直不懂这一句好久不见 到底是想念的寒暄 还是平静的世人 好朋友木木跟她男朋友 已经分手两年了 那是她的初恋 她好像也有在 刚分手的那段日子里 有一些伤感 后来又变回了那个 俏皮可爱的小女孩 她只是对我们说 没事了 都已经过去了 还是要向前看的 可是从她逃离了 那个城市开始 我们就知道 释怀这件事 任谁都不会 那么轻易地做到 时间不一定是解药 但解药 一定是在时间里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算了 有些事 过了一天又一天 也就淡了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 换过不同的城市 见过不同的风景 有些人来了又去 有些人 说了再见 却再也没见 没有谁会一直陪着你 相往于江湖 这个词 多么贴切 那些短暂停留后 又散落天涯的故人 就像随风吹走的蒲公英 换个地方 寻找新疆 永远这个词 可能只是一种态度吧 都说山河永固 多年后山还是那座山 而河 早已不是曾经那条河了 你有没有一个 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 那个人离开了你很久 你很想念 想见 但却又不能见 你一定还记得 你们初见时的样子 这一定是你回忆过 无数次的画面吧 可能这世间最美的风景 便是那一刻吧 可是如今那一种感觉 只能在回忆里找寻了 时光流逝 很多誓言都早已面目全非 但你依旧耿耿于怀的 可能不是没能走到最后 而是那些流星下的许愿 那些生日蜡烛下的许愿 都变成了骗人的笑话 也是啊 都是成年人了 怎么还会相信这种仪式下的真与假呢 那些圣诞礼物 不是圣诞老人送来的 梁山伯宇珠英台 也不可能变成了蝴蝶 才双速双飞 而你们能不能在一起 也不是月老那根红线决定的 你也别再执着了 有些人走散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你如果苦苦抓着回忆不放 就好像活在一个虚拟的元宇宙里 享受片刻的麻痹 醒来后 面对的将是更大的空虚 因为你太执着于你想要的结果 可现实却给了你最不愿见到的结局 怎么能接受得了呢 世人徐志摩为了林徽因 毅然决然抛弃了自己的原配妻子 张又宜 在那个年代 在遭遇了无情的冷暴力 和离婚的沉重打击下 张又宜依旧选择了放手 离婚后的张又宜没有一蹶不振 而是前往巴黎重新读书 后来在大学当德佑老师 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 经营服装公司 开启了她的人生逆袭之路 后来张又宜独自前往香港 在这里她遇到了苏季之 也正是这个男人 给了她晚年的幸福 让她在时光的旅途中 渐渐遗忘曾经那段 不堪回首的伤痛 对于徐志摩 她应该早已释怀了吧 她的一生 她认为是属于苏季之的 有时候果断地放弃 好过固执地坚持 明明没有结果 你却偏偏期待有一个结果 好像掩耳盗铃一样 自己才是那个最傻的人 你一定还记得 当你渐渐成熟 初看这世界时 你明媚的眉眼 你时常微笑的脸 你不顾一切的勇气 和自我安慰的乐观 你还记得曾经的那个你吗 那个才是最本真的你 那个才是最美好的你 别再为了一个人而变得狼狈不堪了 那些不会让你变得更好的人 不值得你倾其所有 放下很难 但是再难 也要放下 你要潇潇洒洒 你要貌美如花 你要乐观豁达 你要给自己 一个温暖的家 愿你以后不再翻山越岭 跋山涉水地去追逐 你要给自己一个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的梦 司令达 春暖花开代 词 秋暖花 full 冲突 春暖花开 春暖花开 秋暖花开 冲突 春暖花 Lup 他竟悄悄地来过 他慢慢带走承诺 只是最后的承诺 爱是没有带走了寂寞 我们爱的没有错 只是美丽的独秀 太折磨 他说无所谓 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 要寄托 等不到天黑 烟火不会太完美 回忆烧着灰 还是等不到结尾 他曾说的无所谓 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 等不到天黑 无感凋谢的花蕾 绿叶在跟随 放开刺痛的滋味 今后不再怕甜蜜 我想只是害怕情绪 她不啥 他靜悄悄的来过 他慢慢带走沉默 只是最后的沉默 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 我们爱的没有错 只是美丽的独秀 太折磨 他说无所谓 只要能在夜里 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 等不到天黑 烟火不会太完美 唯一笑成灰 还是等不到结尾 他曾说的无所谓 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 等不到天黑 不敢凋谢的灰烈 雨也在跟随 放开刺痛的滋味 今后不再怕甜蜜 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等不到天黑 烟火不会太完美 回忆烧成灰 还是等不到结尾 他曾说的无所谓 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 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 等不到天黑 不敢凋谢的灰烈 雨也在跟随 放开刺痛的滋味 今后不再怕甜蜜 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不怕甜蜜 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静 Ms.在眼睫 写提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